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还被广大网友们誉为本季声声不息的新生带双子星 闫明熙是李克勤在TVB声梦传奇中的学生 单一纯是李健在《中国好声音》中的学生 而两位又分别是这两档知名音乐选秀节目当中的总冠军 如今两人的师徒同时加盟声声不息 自然受到了舆论和歌迷的额外关注 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时不时拿这两位总冠军来比较一番 闫明熙果然一上场就给王祖兰和李克勤捞足了面子 他在首播中以一首《飞飞》心声夺人 而单一纯同样也凭借着王妃的一首经典歌曲《爱与痛的边缘》而寄精四作 这两位新生带女歌手的精彩表现 也让他俩的师傅李健和李克勤心中窃喜 在节目播出后没多久 就有传闻说严明熙在一宫结束后要回香港念书了 也许就是这些传闻对他的节目录制带来了一些影响和干扰 因为在一宫和二宫中都没有出现他的独唱节目 这也让不少喜欢他的歌迷心意难评 让人高兴的是严明熙最终还是安下心来录制节目 在接下来的《三宫经营》中 他不仅有合唱还有一首独唱 严明熙在一宫中和杨千花合唱的《勇》 曾一度冲上了飙升榜的榜首 二宫中他和刘希君合唱的《念钦恩》也广受好评 接下来在明天的第六期中 他将和《魔动闪罢》合作演唱《我中意》 明天严明熙将会演唱《莫艳仪》版的《我中意》 这个版本比梁永祺同名专辑中的那首《我中意》要早十多年 虽然观众最熟悉的还是梁永祺的那个版本 但《莫艳仪》版本更有抒情感 且岗位更浓郁 严明熙肯定是要玩转 打打滴打的 明天就要看《魔动闪罢》给不给力了 如果配合默契的话 这首歌可能有再冲飙升榜 成为网上的一首爆款神曲 也许严明熙的好戏还在后头 在下周第七期节目中 他将迎来他在生生不息中的第二首独唱歌曲《心坛》 这首歌曲是荣祖儿早期的作品 抒情旋律中还自带一种潮感 这种曲风既适合严明熙来唱又很容易成为爆款 总感觉严明熙很快就会成为网上的热门人物 我们再来看看单依纯 在《一宫静言》中 他和刘希君合唱的《来生缘》 虽然引出了一轮关于节目编曲的网上舌战 但的的确确 这首歌吸了大波的流量和话题 随后在《二宫静言》中 单依纯与杨千话和周比唱合唱的《高山低谷》 总算是结结实实的获得了网上一致的好评 在后来的第五期的独唱环节中 单依纯演唱了方大同的《三人游》 节目播出后 古媒体几乎同时选择了 用惊艳这两个字来点评单依纯的表现 甚至还有乐评人用《00后小歌后》 新生代RMB的第一人 这样的话语来盛赞单依纯 同样单依纯的好戏也在后头 在明天的节目中 单依纯将和毛不易搭档 现唱林子祥的经典曲目 分分钟需要你 两位情歌大师 雌雄双剑合璧 见证奇迹的时候 也许就在明天中午12点半 这还都没完 接下来在夏夏周的《四宫静言》中 单依纯将和李克琪老师搭档现唱 《世界真细小》 这首歌可是2015年 荣祖儿李克琴演唱会的主题曲 在当时可是火爆一段时间的哦 看来李克琴把压箱底的好歌曲都拿出来了 我相信单依纯一定不会让李克琴老师失望的 这首《世界真细小》 完全可以提前预定当期爆款咯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大家一定会欣赏到单依纯和叶明熙 在生生不息节目中双星争辉的无数名场面